我叫宗东生 是宗室尼索第三代传承人 从事这个行业那五十多年了 从小就因为喜欢去做 真正从事这个行业走出来的时候 那是91年把工作辞掉了 一直走到今天 我收益最少的时候是在我刚离开单位 因为那时候是没有固定工资了 可能现在数字比较大的人记得 那时候在人民广场是出早晚摊的 那个时候就是由我的身影 我再去卖一些东西为两家户口 那是2000年之后 随着东西 有一位朋友往国外带送朋友什么的 加工个十家十件的 每年这样的都有 我就是在长春出生的 我主要做的都是东北文化的系列的一作作品 东北这几大怪的一个系列 它就是表现东北的一种生活 过去的生活 因为我们现在的一种一作手法 你把它再掀出来 因为这样来讲 观众更直观地能去了解这种文化 每个行业它都是如此的 你只要踏入这一行的话 你去喜欢上它 爱上它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想象到说 将来我吃多少苦 我能得到多少回报 是不会有这个想法的 如果你要去有这个想法 你遇到困难你就会退缩 你不会坚持到今天